胖猫跳江事件炸出了多少无良商家 但麦当劳却迎妈了 胖猫跳江事件被一度炸上热搜 全网纯爱战士应声倒地 为了缅怀胖猫 网友们纷纷点了外卖送到江边 但某些商家放空包行为却令人发指 奶茶杯子里放的是自来水 被大众公认为最良心品牌的秘血 也在此次事件中翻车 塔斯汀更是顶峰作案 唯有胖猫生前喜欢的麦当劳 把食物装得满满当当 收获了大众的好评 当其他商家还在找理由争辩时 茶百道的回应狠狠打了他们的人 也暂时消除了一部分怒火 将涉事员工开除永久毕业 再以胖猫的名利捐款100万元 顾客是实实在在付钱点的 而商家也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算东西最后被路过的流浪汉吃了 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不能用空包去互动欺骗 实在做不出来就关闭线上订单 如果连逝者的钱都赚 那跟吃人血馒头有什么区别 某些品牌因回应敷衍或不及时 让苦心经营多年的口碑瞬间坍塌 一时间网络上各大博主都在为胖猫发声 千万粉丝的皮又为他换了头像 曾被23万人举报病群朝身高的仪式行 果断站出来表示 如果男孩家属打官司需要钱或帮助 请联系我 瞬间在网友们的心里上升了一个高度 每个人都在为胖猫感到不值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次面敌女孩付出的生命 两年时间光是转账金额就高达51万 自己却连一份10块钱的外卖都不适了 出资帮女生开花店 倒逼后又帮她踏屁股结束缘分工资 自己却住在廉下出租屋内 跳江那天还在隐身花店下单的780元的花 只因那是他们认识的天数 有人说她深情也有人说她不自重 可她20岁的年纪没有上过大学 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里 其实是她唯一的银行 她不懂得人情是故更没有人去交调 她骨子里的善良 让她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本以为自己抓住了最美好的爱情 没想到抓到的却是一把索命的镰刀 而那些放空包的无良商家 却让她再次尝到了社会上的人心险恶 希望胖猫下辈子能遇良人 告诉她真诚本没有错只是给错了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